哇 你好啊 欢迎来到美美观察 下面就请你继续跟随加拿大华裔学者 桑一川教授的独特视角 看他是如何石海钩尘 独家披露出张国陶墓碑真相的 桑一川教授原文的题目是 寻找一座被误读的墓碑 张国陶刻死加拿大的历史记忆 以下是原文的部分摘要 我带着疑问再次返回了墓园管理处 希望那里的员工能够帮助我确认地理坐标 以便能够及时的找到张国陶的墓碑 或许是巨大的文化差异使然 职员文显出一脸的茫然不解 不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中国人 为什么非要如此执着的去寻找一位非亲非故的王者呢 我直率地告诉他们 我是来朝圣的 我要找的人是一位中国的特鲁多 中国的丘吉尔 中国的戴高乐 中国的史蒂威 我用这样夸张而抖打的比喻 才能使他们恍然大悟 原来这么多年来竟然有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长绵于此 难怪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到这里来询问 我将求牧原管理处的员工帮忙 希望他们能够陪我到目的里去走一趟 我甚至拿出了一笔可观的小费 但是呢 他们却表示不能够接受 也绝不会陪同 此时已是夕阳夕下了 我们在牧原里已经逗留了将近三个小时了 已经是筋疲力竭 学姐不由的感叹道 张国焘 你在哪啊 你让我们的学弟找你找得好苦啊 这声音在空旷的墓园里 与暮色中乌鸦的叫声相互呼应 显得是那么的凄美 这时候两位学友已经有了打道回府的念头 不想再继续寻找下去了 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处理的墓碑犹如茫茫的林海 要找到张国焘的墓 又谈何容易啊 我告诉两位学友 这次我专程来多伦多一趟 迫不容易 希望我能够在最后去梳理一圈 即使无果而返 也就无怨无悔 不枉此行了 然而就在那一瞬间 我猛一回头 瞥见了不远处 一块墓碑上刻然镌刻着 张公国焘 四个未体汉字 啊 终于找到了 这块墓碑上书张公国焘 和张扬子烈两人的姓名 张扬子烈是张国焘的妻子 按照老一代海外华人的习俗 女子出嫁后随夫姓 这显然就是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碑 碑文上出了两人的姓氏 用汉字捐刻 其他都是英文表述 张扬子烈的生族日期是 1902年12月9日到1994年3月27日 从这几个细节可以得知 张国焘夫妇合葬墓碑的立碑时间 应该是在1994年3月27日之后 也就是张子烈去世后 这晚于张国焘去世时间 1979年12月3日 整整过去了15年 当时我心头又生起了一个遗团 按照中国传统的殡葬习俗 以张国焘的身份之据 应该至少还有一个独立的原始墓碑才对啊 显而易见 此碑非彼一碑 合葬墓碑并非是原始的墓碑 那么张国焘的早期下葬地点和墓碑 究竟在哪里呢 事实上张国焘的原始墓碑并不在这里 而是距离它约七米之外的一块地碑 不大 灰褐色 全英文 上书字母 开英畅 还有立碑人 以及立碑的年份 立碑人是一位牧师 而不是张国焘原配夫人张子烈 原因何在呢 可及想象 在那个非常的年代 如同张学良晚年在夏威夷 信奉了基督教 王明晚年在莫斯科 常去天主教堂那样 张国焘晚年的思想也靠近了神受了喜 下葬的时候自然由牧师主理并且立碑文 这样做顺情合理 同时也为夫人杨子烈避嫌 为了不再受政治恩怨与情仇的骚扰 从此隐姓埋名 悄然安息在这里 不能不说是来自家庭 与牧师的精心设计 与高明之举 随后我第三次去了墓园管理处 下几位员工求证 为什么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碑 与所有其他逝者的墓碑朝向都不同呢 为什么本来是正面的位置 现在却变成了西人布莱克夫妇呢 为什么一碑要两用呢 西人布莱克夫妇的碑文完全是新课的 根据时间顺序来推理 晚于张国焘夫妇合葬墓碑六年 显然是采用了先者墓碑的背面 刻上了后者的碑文 要知道在中国的墓葬文化里 一碑两用不大吉利犯忌讳 极少被亡者的后人所采用 墓园的管理者员说 这是多年前应家属的要求 这块两面碑在原地曾经换了一个朝向 原来的正面成了反面 或许这就是张家后人低调形式 为的是避人耳目 刻意让一般的造访者不能轻易的发现 如今这些效果已经达到了 绝大多数墓碑都只有一面碑文 扫墓者看碑文通常只看正面 很难会想到这块西人夫妇的合葬树碑后面 还另有玄机 背面还可有中文的方块字 难怪来访者即使到了墓碑前 也只能看到西人夫妇合葬的英文碑文 最后也只能在碑里当中 望杨文而兴叹了 仔细观察松山墓园里坟墓的布局 可以推论 战功涛的原始地碑及名坟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 就应该没有被挪动过 保存完好 世人只知道有双面树碑的存在 殊不知还有一块原始的地碑 地碑与树碑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历史误读 这块树碑只是九十年代中期 张国焘夫人杨子烈去世之后 杨家后人在座的第二个墓碑 并按照墓园的统一管理 整齐排列安放在附近的不远处 而离这块树碑不远的地碑旁 应该才是张国焘的真正的名坟 三尺泥土之下 埋葬着他的魂里 迄今为止 对这一被历史忽略的重要细节 还没有看到过任何海德外文字的报道 至此中共高层元老张国焘的墓碑之谜 终于大白予天下 再次感谢桑一川教授的辛勤付出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uepri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